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今天要用鸡肉来做一个酸菜鸡肉 那么今天我做的就想不想切成一块块的炒 想做的稍微造型上面要高端一点 现在这里是放了盐 放了黑胡姜 腌过了 现在我再放一点橄榄油 再放一点点酱油 然后放一点淀粉 它的汁收一收 锁住它的水分 我现在先放油 把鸡肉煎一煎 把皮子放到馅里 跟鸡肉是把这个也放进去 大蒜 就放进去 一块让它这个辣椒和到鸡肉 让鸡肉入味一点 把它捞起来 让它过多的油也放进去 这是一个酸的麻糬片 这个麻糬片是含有丰富的椒原蛋白 鸡肉煎一一块 鸡肉 로封炒 是开饭的 鸡肉土 保锁馆也很喜欢吃这个菜 买菜的时候 有几根根 我就放到那个 洋台上的那个花瓶里面 结果长得非常茂雾 差不多十根就要收割一次 吃过完了我就把它泡成酸菜 就是简单的捞一捞 这个因为它 酸菜是咸的 有一点盐的酸菜 就不另外放进去 然后这个鸡 炒鸡的这个汁里面 有点咸的 好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然后把鸡肉放上去 好 这个菜就 酸麻齿馅鸡肉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